我要是跟他讲 我在那个维祭祀福 惊头海浪的亚丁万索马里海域 我在那儿卤大厂 来自大连DLC0411 看我一直到虎皮尖叫 让你们难忘解销 出门都掀气飘飘 那天下着灵性的小雨 我们俩不远儿童 看上的同一只筑前肘 当我们三只手碰到一块儿的那一刹那 毛豆肯定是今年的最强新年 毛豆就是可以跟 第三季的杨蒙恩 第四季的徐志胜放在一块儿 相提并论的最强新人 他就是有这个实力 他无懈可击 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 那毛豆几乎没有弱点 他生活里比在台上还要再好玩十倍 毛豆我太喜欢毛豆了 笑到崩溃 笑到肚子疼 八哥这个人也特别可爱 你跟毛豆聊天 他就不停地出更 观众是看到毛豆就觉得很喜欢 之前上网的时候查毛豆 都是什么水煮毛豆 卤水毛豆 现在上网查都是我的照片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而且还有百豆百科的 毛豆我觉得就是 心目中的独冠人选 毛豆是那种天生的习剑 外哥这个人就好玩 他讲什么都成立 真的 他断得太好笑了 你们就等着笑嘛 我本来参加这个大会 在我心里本来就是 这个行业的山顶 想让山顶看一看 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走到 是个山顶的山顶 都已经到这个山顶的最顶峰了 毛豆 加油 真点 真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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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 王耀 杂住 杂住 大家好 我是毛豆 真的 我之前从来没想过 我还能走到总决赛 我现在成天正眼闭眼 全是写稿 还快乐不止五分钟 这三个月我架在一起 可能也就快乐了五分钟 就是第一期 我从底下胜到上围去的时候 五分钟之后 我把上围去的沙发坐塌了 很尴尬 我也是第一次录节目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假装没事在那坐着 当时那个黑灯老师 坐在我后边 他还问我毛豆 你是不是给沙发坐塌了 我说黑灯老师 你这个耳朵确实好使 黑灯老师 他说不是 你压我脚了 快乐不止五分钟这句话 特别适合我妈真的 他看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 都想一定尝试一下 我十八岁那年 他看了一个电视剧 叫《施病突击》 一个月之后 他带我报名入伍了 我说妈 怎么你沉浸了 我去体验 幸亏他看的是施病突击 他看他又是振环 这样不得给我松贡里去 我之前明明是个厨子 我在饭店干了三年 从洗菜到切菜 马上就能上灶了 我当病去了 后来到部队人问我 有没有特别拿手的菜 我说我鼠塞沙拉 洗得特别干净 我小学初中 过得都特别的快乐 后来就顺利地上了中传 我们那个中传 叫的是钱贡 憨贡 连叫我们做饭 那个老师原来都是憨贡 成天上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炒菜 下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憨过 我去学厨子 是因为那边 我看了一个动画片 叫《仲华小当家》 那个漫画对我影响特别大 它是个热血漫画 特别重二 我上学第一天 老师问我们 为什么学厨师 我说因为热爱 因为碰热会给人带来幸福 同学都梦了 不是因为咱们学习不好吗 当我长大之后再看 我就感觉这个漫画有点问题 那漫画应该就是厨子画的 漫画里那个国家 那个厨师的地位 够到人人迷惑呀 小当家从九子夫上 到旷夫正义 警察和大夫的活的全干 小当家走在大街上 看见一群人在打架 就喂 不要再打了啦 你算老几呀 哼 我是一名厨师 他们就散了 你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呢 一群人在打架 你跟我去别打了哈 我是个厨子 那群人都梦了 那你补上半吗 厨子有什么可狂的 那个小当家天天也补上半 天天云游丝海 我记得有一集 是到了一个村庄 那个村所有人 不知道是得病了 还是中毒了 找了各种大夫 都没治好 然后小当家来了 草两盘太好了 这个事儿要是震的 这个毒就是厨子 瞎吧 厨子治病多奇怪 人家问你 大夫啊 这个药是犯前尺 还是犯后尺 小伙儿 你这个药就是犯啊 而且那个漫画 跟所有漫画一样 还有一个反派 他们反派是一个恐怖组织 叫黑暗料理记 我能理解一个恐怖组织 里面有厨子 但是我不能理解 一个恐怖组织里面 全是厨子 那有什么可恐怖的 你怕他不洗澡油烟味大呀 这个恐怖组织 12315就能给他们解决了 动画片里面 给他们讲的可邪恶了 讲他们有正负世界 上人家村里抓小孩 找完之后 强迫这些孩子啊 学做饭 我说大哥 你说这个不会就是技校吧 邪恶在哪呀 而且我到现在都不太能理解 一群厨子 正负世界要干什么呀 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奴隶 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长地 从早到晚给奴隶们做饭 我说你在饭店 好好找个伴上不行吗 要说恐怖 感觉小当家更恐怖 小当家炒的菜会猫灌 都不是那种淡淡的光 那杆一打开 跟探招凳一样 那帮动刺眼 我说你这个不就是汉弄吗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冠军啊 来上奖杯吧 好 冠军 冠冠冠冠冠冠冠 来 感谢冠军的表演 喜欢他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清索票 这个总决赛 不愧是总决赛啊 之前还没有一期 就是这么厉害的 这么密集 我塞 毛豆太逗 单个好的 没有这么多 连着这么多 都这么厉害 而且你以为完了 后边还有更好笑的 就是顶上加顶 我太顶了 我甚至根本就没看过 中华小当家 我其实你说的好多东西 我都没听懂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在笑 你们都看过吗 中华小当家 我小时候看过啊 看过一些 看过一些啊 看过啊 咱俩不是一个时期 你怎么没看过 咱俩是一个时期的吗 对啊 咱俩是什么时期 21世纪的就算一个时期 怎么样 小贵 太炸了 太炸了 不愧是最强新人 真的 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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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度我都一直想拍 我太想拍了 尤其是那个说 你不找个班上 就是那个 又真实又真的 特别有意思 因为 我觉得毛豆这一季 都特别逗 你写这稿说 你自个儿会逗着 一边润着 一边擦汗吗 我太好笑了 还行 这稿很早写的 一年之前写的 对 你一年之前 那个没有来 透过秀大会的时候 刚讲透过秀 刚讲两个多月的时候 写的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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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 我都快忘了 然后这次 又着急要稿的时候 我犯犯犯出来了 我天才 毛豆在一年前 就具备了参加 总决赛的实力 我知道他好 但今天又超出我的想象 真的特别好 我就明白 我觉得行万离路太重要了 你的经历 别人真的都 之前都无法想象 这个特别有意思 真的特别定 谢谢 这真的是有点厉害 他怎么这么松弛 不是 挺紧张的老师 挺紧张 他连汗都发出去了 你知道 整个中医一样 你知道 发出这种味 虽然在出汗 但真的是很松弛 虽然很慢 但是很快 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是好厉害 说的东西虽然很假 但是很真 高手 目前四票 进入等候区 太棒了 太棒了 火豆哥 火豆哥 毛豆 因为前面已经场子非常炸了 毛豆上去之后 还能够接得那么好 然后 把大家都快要笑死 就是天生的喜剧演员 浑然天成 毛豆就属于真的横空出世 就他也没想到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会觉得他很棒 他的形象跟人物的设定 一切一切都太让人过目不忘了 所以这一点也是他的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对吧 毛豆这个 真是总决赛的水平 都是每一个各顶各的好 你这男生分不出来 他们就刚刚这三个人 就是谁谁拿第一都行 感觉太厉害了 豆豆今年上台好稳啊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说实话 我前24年都是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亲力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 见到亲戚朋友都是 哎 豆豆挺帅的 挺帅的嘛 小伙子挺帅的 对吧 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 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对吧 我就发现帅 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 爱豆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 余晓彤 周俊伟 哇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吸引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 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忌妒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自如啊 我跟这帮朋友 待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年就说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 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 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 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 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 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来了 注意安全 活动开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见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玩笑 她的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 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想 我感觉身后穿过去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啊 我那天像只会跑的尖叫鸡一样 啊 啊 比完赛 主办方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于晏 你们有跟彭于晏坐过飞机吗 朋友们 你们知道跟彭于晏坐飞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他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于晏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 整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于晏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了这个事什么呀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饭 兄弟要不来两点 也挺奇怪的 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了 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言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他可以上网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网 那我要怎么上来 空姐说 先生 你扫前面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 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 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我几倍前没有扫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一燕 我连安全演示篇我都没有看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但是我忍住了 朋友们 我觉得明星跟超新星之间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 不过在我跟空姐产生这段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彭先生 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 应该很久没有经历 咱们正常会经历的小困难 小挫折 小尴尬了 对不对 那么今天彭先生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 他抢不到观演资格 他勇往他也抢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 确实厉害 好稳啊 所以就是豆豆应该是晋级 能够跟小慧不好说 不好说 感谢豆豆喜欢豆豆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投票 去外面参加节目 整焦虑了 回来看到这些人还交给吗 太够分了 就好很多了 豆豆这颜值怎么样 参加过 是吧 我觉得也还行嘛 对吧 得问这个 鉴定的 不是 我刚刚因为已经笑到不行了 就是 他讲的就是 我刚才脑子里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张白纸戳了两个洞 然后一个 等一旦接受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那里讲话 我就特别想笑 但是你知道 我刚刚参加过一个节目 叫创对吧 嗯 大概那个是大家认为 应该长相的样子的人 才能去那个节目 显然你离那个 就是长相有点远 但是 我觉得大家 但是我觉得大家 对长得帅不帅这件事情 确实 是有个人观点的 我觉得你长得好看 因为 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他是我的菜 他是我的喜欢的样子 你已经有猎奇心态了 因为 没有 我在任何地方都说 我喜欢小眼睛的 你就没跟我说过 第一次就说过 你就笑 我说你这么多年了 你不相信 我第一次就说了 我说你长得最好 就你眼睛 大老师 对豆豆还有印象吗 我觉得 冠军 我能说这句话吗 你随便 我怎么觉得他 好厉害 我觉得他在台上 已经感觉 这人已经是诈尸了 一环接一环 一环接一环 太精彩了 所以我觉得 太了不起了 豆豆 我预测这回能成冠军 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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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真的在今年 进步最大 旁边对不起啊 小二位 厉害 真厉害 好 我们看到 豆豆也获得了 所有给你笑容员的 排档20票 说有病啊 但是打双眼号 就是 自己心里有点小问题啊 有点焦虑都算 你们觉得自己身上 最有病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没什么病 对 这个就是 这就是进入膏肓了 已经不自知了 这就很有问题了 大老师觉得 自己脑最有病了 我 我 我的草原 我的马 我想怎么耍就怎么耍 然后 我有什么病 我没有什么病 你的病就是脑子 给装了太多了 乱七八糟的破玩意 你静姐呢 静姐会有什么 这些失眠啊 焦虑这些问题 刚刚我还有 挺大的话题的 就是 就是如果要有病的话 大概就脑子有病 但是我觉得 现在还是具体一点吧 其实可能也是 失眠的问题比较严重 我觉得 静姐 没什么病啊 就是太直率 没有什么病 我们还问一下 新来的领校园朋友的 拍灯标准吧 静姐 这还有标准吗 喜欢谁就拍谁 好 谢谢 来 学东 我已经选好了 怎么回事 还没看眼睛呢 你是不是知道的 那个外貌吗 也可以吧 好 那我们把镜头 切到楼上的朋友们 我们看看谁的外貌 是可以打动 陈学东的 到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三秒不够头吧 一 请 锁票 我们现在呢 是不公布票数的 我们每一组 三个人都演完之后 再公布票数 让他多难受一会儿 我看 大老师 对啊 还是一会儿很喜欢 但说无妨毁于一旦 对不对 这当然得给票 但是小慧 李淡现在小天坐着呢 他最讨厌吸引梗 你今天不怕 你就毁于一旦吗 不是 我都要快被淘汰了 我还怕他 我大财是真有病 行 我也拍吧 我真的不是因为 喜欢那个破梗 就是开场不容易 支持一下 谢谢 我没有拍的理由 是我觉得不好笑 虽然我们都不是成功的婚姻持有者 但是您的都没男朋友 您就 我觉得你多虑了 就是你太害怕了 你不够勇敢 你都没有 你聊什么 小慧 你是一直做就单身 嗯 YYDS永远单身 对不对 我厉害了 那为什么 什么样的男孩 才能追求到您的喜好呢 就是 一米八以上 火 没有外债 没有外债 然后能养活自己就行 要求也不高啊 是啊 那是为什么 你自己长那么美 可能吧 感觉我们这种 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最喜欢指导别人的婚姻跟爱情 哈哈哈哈 倒也是 其实像我们这种 又结婚又离婚的 指导别人更不成功 因为没有成功案例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们看一下啊 得到了十票 看一下你的同事们 怎么点评你 在哪里 看看谁给你拍灯 谁没给你拍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了 请问王建国觉得哪好笑 哪都好笑 特别逗 特别好 不是因为我听不太轻 你们的反馈或者什么 我都听不太着 您都没听见 您就好啊 不是你们说话没听着 因为你们说话太不好笑了 他的我全听清了 特别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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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你说什么玩 哎呀 哈哈 哈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请心理健康主题的内头前三位的他们分别是庞博逗逗徐志胜 你令我的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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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接下来 在这个主题当中 内头排名第四到第六位的陈璐王勉鸟鸟请出场 哎呀好消息是我不会同时遇到他们三个了 王勉鸟鸟想好你要选谁做对手 就是跟谁一组其实都还好 只要你内容足够硬的话 你跟谁比是无所谓的 请选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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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污辱 哎呀 我打这个内头前三怎么这么群手了 又是 不是第七吧 咱能不能给第七一点追踪 我是没脸头 你们头发 尊重 尊重 我猜我也不确定 会不会是我有点弱了 会不会是这么一个荒谬的理由呢 那么接下来由你来选择 你希望跟他们中的三位的哪一位 成为同组的竞争对手 虽然我可以想他们三个都选 但是毕竟规则在这了 三二一 对牛友来说 这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现在就感觉不是我选择了他 是我俩互相拯救了彼此 没有陈祖的 还有豆豆 磅礴 依然是王缅和陈璐 你们俩可以来分别选择 三二一请选择 看我吧 豆豆正好 漂亮 现在带定区起码有一个大王了 两个大王在一组 这也太卷了吧 我其实最期待就是王缅和彭博那个小组 就是感觉 注定有一个大王是无法进入二十强 还挺期待的 我们就属于看上的不前事大 谁才是真正的王中王就看这一场了 然后我们有请这个主题的第七到第十位的朋友来到这里 留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 三二一请选择 我选择 我选逗走那一组 张俊选择的是 磅礴 张俊是在看吗 王中王 三条两届大王 他要把其中一个干下去 那就可太好看了 我的天哪 然后刚刚胜任我们公司喜剧领导 人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 但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心理问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成功 这是向领导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陈鹿 太好了 小慧真厉害 厉害厉害 什么结婚 离婚 真的是 没有必要的吧 没有想到我现在是小慧心中最佳的伴郎人选 马上就去赌门 马上去赌门 很开心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哇 那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太健康了 而且我原来做过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口译 口译 很高级 就是国外的老师在那讲课 我就在旁边给他做翻译 然后 我很多都不会翻 我就瞎翻 我不会了就讲自己的段子 翻完之后老师就很懵 说我记得课程里没有这么多笑点 我说 那是你原来没有遇到我 那些学生们也很懵 说这个美国老师怎么那么多的山东自黑格 这个对 我确实在心理学方面有很多经验了 就是学了很多的知识 我甚至有想过要不要去做心理医生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心理医生第一条 就是要对听到的内容保密 我也太好奇了 比如有人来找我做心理咨询 他在讲到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太难忍住好奇心了 我说 哦 还有这种事 快展开说说 而且在他说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甚至都想好了 我要讲给谁听了 哈哈哈哈 而且如果他的秘密特别精彩 一次咨询做不完 我就催他下次赶紧来 我就给他电话 什么时候来看心理医生啊 已经断根很久了 我是一个催根型的心理医生啊 而且我做不了心理医生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受不了别人说一堆废话 没有笑点 我会忍不住给人加梗 就是如果别人一直跟我说 我说等等 hold on 你已经讲了五分钟了 还没有梗 还没有一个梗 你应该在你讲到 你老公出轨了那里加个梗 比如说 幸亏我也出轨了 哈哈哈哈 你这样讲的话 别人就会爱听很多啊 其实大家对心理医生 整体上是有抗拒的 对吧 就有人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会戴上口罩 帽子 里三层 外三层 就怕被人认出来是吧 被人认出来了 也不愿意承认 说不不不 我来医院不是来看心理医生的 我只是不孕不育啊 哈哈哈哈 而且 你年轻怎么这么高兴 而且 很多人心里出了问题 他不看心理医生 他觉得自己看看 心理方面的书就行 这就很荒谬啊 你比如说我骨折了 我不去医院 我在家里看书 能行吗 好像也行 你就读五年的书嘛 对吧 因为一般学医都需要五年嘛 五年之后 我看着自己骨折的腿 高兴地说 哎呀我来了 我知道怎么治了 我知道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 就是买个轮椅 而且其实心理问题 比身体上的问题更难 因为你想一下 你半夜里面 心里有一些问题 你都没法挂急诊 真的没法挂急诊 对吧 半夜里面急诊室一般都在排队嘛 你比如说前面有一个 头破血流的大哥 你排到后面 你说大哥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有点失眠 你能不能让我先看 你看大哥会不会把你打得头破血流 哇 哇 哇 量感到 哇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搞喜剧的多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公司 这是一个真事 我们公司给所有的脱口演员 都配备了专门的心理医生 但大家都不太敢去看 就怕自己心理正常了 是不是就没那么好笑了 然后那个心理医生确实也很有用 他治愈了好几个脱口秀演员 突围赛都淘汰了 我变健康了 也变弱了 这个其实我心理比较健康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我只有一个烦恼 我就是心理太健康了 我太开心了 导致我的脱口秀没有素材 所以我就劝自己 哎呀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干嘛要这么开心呢 做脱口秀演员嘛 最重要的就是不开心 其实现代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理问题 我建议大家遇到痛苦啊 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就去看心理医生 不要不好意思 我觉得心理疾病就跟感冒发烧一样 你一旦有了 你就去找专业人士 如果你的遭遇足够精彩 找我也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程鲁 谢谢 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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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有点不知道 他会跟小慧什么 颇有问题的朋友 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学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学东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舞台上讲脱口秀 然后今天讲的主题是聊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我想其实在座很多人都会有心理的问题嘛 像场上的这些选手 最近因为比赛被比赛折磨得快疯了吧 我来到现场其实就是给你们加油的 然后让你们放松一点 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嘛 人生最重要的是比赛吗 是 是外貌 是不是听完以后让你们这些外貌焦虑的人 更加雪上加霜了 是吧 看看身边的那些人长得不如你们的人 如果身边没有的话 那就好好比赛 徐志胜 何广志 加油 你也很意外吧 广志 加油 广志 徐志胜来了 我永远不用加油了 其实呢 比赛焦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也唱了十几年的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最后呢 我凭外貌进入了娱乐圈 后来我也参加了一个唱歌的比赛 就是一个节目跟宁静姐一块的 那时候啊 我就真的是天天睡不着 拼命地练习 重复着小时代 不是 小时后 刻苦的品质 最后凭借着 哈里波特可以骑这扫帚自由自在地飞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 通变了大江南北 以后啊 谁再说我没有代表作 我就当着他的面再唱一遍 用我的rap把他给送走 其实呢 比赛让人焦虑 还有一个是社交媒体也会让人焦虑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闲也比较空 然后晚上的时候会熬夜看网友对我的评论啊 我就是那种很贱的人 你知道吗 明明有好几条特别好的评论在夸我的 我非要看那几十万条在骂我的 看了以后就很难过 难过呢 又忍不住想看 边看又边生气 就很想怼回去 能不能别骂了 都半夜三点了 上班时间骂我不好吗 带心骂人不爽吗 其实每个人心理压力大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 比如说我 我是很喜欢看那种带货直播 你知道吗 解压 然后我很喜欢看那种挺奇怪的带货直播 就是那种自己跟自己吵架 然后自己跟自己砍价 最后把价格砍下来 他们一开始说 原本58万 现在我砍到38万了 真的不能再低了 不能再低了 宝宝们 你们说可不可以 然后我 啊 什么 88 好 那就88 小时代周崇光同款耳钉只要88 原价58万 现在88 我肯定不开心的 我跟你说 因为我的同款只要88块 我就去后台投诉他们 我说我是陈学东 你们同款的耳钉是真的吗 有证书吗 有吗 有吗 他说 你是陈学东 你有证书吗 有吗 有吗 我当然没有 但经典有机哪有证书啊 中国与欧盟有机双认证 虽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说出来莫名有底气 挺好的 好了 底气来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除了rap唱得非常的好听 我也有别的爱好 比如说心理学 这个呢 对于解决心理问题 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其实可以通过别人说话 或者说一些形体的方式 我就能知道这个人 心里大概有一些什么问题 比如说 李诞 你内心一定很忧愁 我劝你少喝点酒 大张伟 你看似乐观 但是烂梗不断 我劝你喝点酒 把嘴堵上 你进 我没有 净姐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净 pose 完美 对 谢谢大家 我是陈雪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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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